去年8月份 七威在直播间里当众宣布暂退娱乐圈被产二胎 所以很长时间不能跟大家相见 当然何时归来也有要求 不是说生完孩子就能随便回来 立下了一个瘦身成功 90斤体重在归来的Fly 2月9日 二胎产子近半年的七威分享自拍视频 曾经立下不捡到90斤不回归的Fly成功被打脸 她也在视频下方自嘲90斤回归的计划 泡汤了 视频里七威并未化妆 而是用美颜相机里的兔子特效拍摄的视频 这个视频也是七威在假货事件后发视频宣告正式付出 从状态来看并未受到舆论的影响 说起七威 大家会想起她身上一个很重要的标签七哥 因为她的性格比较直爽 所以这个标签很适合她 她比较全才 是演员 演过《美人心迹》 《北京女子图鉴》等热播剧 是歌手 唱过《爱情睡醒了》 《如果爱忘了》 《你好乔安》等热门歌曲 迎评之外 她有一个很圆满的家庭 丈夫是韩国明星李承炫 非常帅气 婚后他们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了 由于夫妇两人都是明星 在婚后为了照顾好家庭 他们进行了女主外男主内的模式 这样做很符合七哥的风格 对于全职妈妈的价值被忽视的话题 七威与李承炫一样的默契 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因为有老公和妈妈在 所以她工作的时候比较放心 这也是她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的原因 她并不觉得在家里操持家务 代想还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而李承炫是娱乐圈里少有的全职奶爸 做出这个决定 是因为她认为男人的职业生命线比女人长 面对事业和家庭 很多男人不惜选择事业 甚至认为是男人的责任和担当 李承炫愿意为了妻子放弃自己的事业 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七威幸福 综艺节目 披荆斩棘的哥哥 让李承炫卷土重来 现在的李承炫资源多了 开始活跃在大家的视线里了 不过有看过她参加的 这就是街舞的小伙伴们可以发现 节目中的李承炫在聊天时 总能时不时地说我老婆 而这种喜欢并非刻意 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她还教韩庚怎么哄宝宝入睡 不愧是奶爸太有经验了 在参加批歌二的录制时 李承炫因公演无法陪待产的老婆 感到特别自责 打电话的时候面露难色 还在一个劲自责 整个孕期都没法好好陪七威 心里很不舒服 还想着退赛飞回去陪伴代产的娇妻 七威听说李承炫想要飞回来之后 非但不允许她立刻飞回来 甚至还在耐心开导 让其能好好地参加公演 七威这一番鼓励和支持的话 网友们也纷纷感慨七哥太耿 众所周知七威是一个被演戏耽误的美妆博主 她会经常给粉丝分享各种美妆视频 现在七威除了拥有一大批颜值粉演技粉以外 还拥有了许多喜欢七威化妆风格衣服搭配和性格的粉丝 她的身材也是十分优越 在一次七威和李承炫一起参加跨年演出时 七威当晚穿着一条高开叉红色礼裙 凹凸有致的好身段 一双又细又直的美腿在裙摆肩若隐若现 性感又撩人 不得不说36岁的她保养得真好 皮肤紧致细腻 身材火辣婀娜 不过因为这条裙子的开叉有些高 所以站在一旁的李承炫都吃醋了 舞台上还好 谢幕的时候有谁注意李承炫的动作 只见她时刻紧记着给老婆拉裙摆 生怕别人看到老婆好看的大长腿 时不时的就拉一下 走下台时七威在跟别人寒暄时 李承炫还是心心念念的在后面给七威提裙摆 这一幕太搞笑了 那么你们喜欢这对夫妇吗